9月17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紫金山天文台大市场寻天望远镜,莫子寻天望远镜正式启用 成功发布仙女座星系图片,标志着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设备运行测试 望远镜设备基本达到设计标准,已经可以开展天文观测研究 为食欲天文观测方面填补了设备空白 莫子寻天望远镜它主要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双云留学科平台 为什么要建望远镜,就是为了把中国科大的天文的双云留学科建得更好 为了把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做得更实 所以这也是我们科教融合的一个平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国家在食欲天文这一块 那么现在设备基本上是空白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望远镜的建设 使得我们国家在食欲天文观测这个方面得到这个国际先进水平 莫子寻天望远镜,口径2.5米 采用国际先进的主胶光学系统设计和主镜主动光学矫正技术 可实现三度市场范围内均匀高相质和极低相场激变成像 配备7.65亿像素大靶面主胶相机 具备大市场高相质宽波段的特点 其中大靶面相机的CCD天文成像芯片拼接技术 在国内是首次使用 我们这个望远镜的它的设计方面 从光路设计到它的研制中采用的主动光学 就是我们的望远镜的这个镜面 它会指向不同的方向 它的这个倾斜的角度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它不同的部位受力就不一样 那就会导致了这个镜面的变形 这个主动光学就是我实时地矫正你这个镜面的变形 我就给你镜面后面增加一个力的这个主动次 所以这个主动光学是我们这个墨子虚拎望远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从技术方面的一个发展 我们这个市场它的这个直径大概是有328个毫米 那就是30多公分 现在呢没有这么大的这个CCD天文成像的这个芯片 所以呢在我们就发展了一个叫大靶面拼接相机 那就我用多个CCD拼接而且要拼得很好 这个在国内呢是首次 而且呢这个水平呢得到了国际的这个先进水平 作为北半球光学食欲寻天能力最强的设备 墨子虚天望远镜能够捕捉到宇宙中很多疑似的高能现象 为研究天体的各种变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也能够对小天体进行监测和防御 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深空探测战略 我们这个望远镜是百半球光学食欲寻天能力最强的这个设备 我们主要是做两个方面的事情啊 一个呢就叫高能食欲天文观测 我们宇宙中有很多一次高能的这个现象 比如两个黑洞向碰撞 还有超新星爆发 那么它们都会导致它们所发生的这次事件的这个天区 或者是这个天体上面它的光度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通过不同次的去观测 就能够发现这次现象 然后去开展这次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叫太阳系全景普查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寻找第九大行星 或者是我们对这个小天体监测和防御 那这样呢我们这个望远镜呢 在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 或者航空事业的发展 就是对小天体或者小境地小行星的监测和防御 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莫子寻天望远镜安置于青海省海系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芒爱市冷湖镇 海拔4200米的塞士腾山填文台址 这里年均晴夜数多 夜天光背景低 视宁度优良 空气中尘埃含量少 是国内近期发现的优秀光学天文观测台址 彌日比尾 releasing 预言 麻烦 预言 唱 使我们 感谢观看